大家好 欢迎回来《芒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1年10月26日星期二的中时间 今节由我许柳山 还有我们的纽西兰波罗仔聊聊天 易得台阳 大家好 请大家赞我们的影片 留下言 最重要是订阅《芒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正向煲》 曬冷气 三个YouTube频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今节想回来说一首近来所谓叫做好hit的歌 就算我开过KKBOX的时候 都看到这首歌近来相当多人去按来听 喜不喜欢一件事 按来听不代表喜欢这首歌 或者觉得近来那么多人说这首歌是什么 我按来听一次 那首会不会呢 就是所谓的叫做玻璃心 咬咬羊羊 现在这首歌 所谓的作词作曲的主唱 其实《黄明之》有很多东西说 台阳是吧 是 真是猜不到 这首歌唱什么的内容呢 我们待会可以讲一点 这首歌出之后 所谓的名字叫做玻璃心 是 这个名词是怎样来呢 在哪里来呢 或者在哪里讲得比较多一些呢 我们都不再转弯会角了 就是在中国内地这个名词都会有不时会听到 是 没错 就是形容一些人的小气 简单一点 笼统一点 就是你的心碎了 你的心很容易就被打碎了 其实不单只是内地会用这个名词 其实有时香港我都见到有些人会这样说 这样写的 是吧 就是当一个潮语这样看 是吧 是 是 没错 接着这首歌里面的歌词 有些人说是不是叫做玉华呢 后来就所谓 他们这两个人的微博都被封了 还有呢 连上他们那些什么Bilibili 内地用开的社交平台 B站 没错了 都搜寻不到他们 是的 两个东西 其中一个歌呢 跟王明志一起唱这首歌 不知道好像有些Rap的部分是他还是怎样的 其实我没有很认真听这首歌的 我只是觉得 哇 什么来的 然后看到尤其是王明志 就弄到什么粉红色 整身粉红色 然后戴个深深眼镜 太阳眼镜那些 哇 喂 好的恶族 我看到了都 哎呀 那就马上推走他了 阿台 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老实说 我就看完整部MV的 是 这个我都要先承认 因为我怎么都要看 他到底是唱什么 我要知道 恶不恶族呢 他的解释就是 这首歌就是唱一个爱情故事 有一些粉红的东西 就配合他所声称的主题 但事实就不是 事实就是刻意去讽刺一些内地的事情 他刻意这样做 事实上是讽刺内地一些事情 只有一些部分人就玻璃心 其实就不是 老实说 我自己听完之后 我认为他根本不是在唱什么爱情故事 不是一些谈情说爱的东西 几天之后 事情炒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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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辱华 是否辱华等等的说法 他终于在Facebook都有回应 不如说一下他有什么意见 然后我们再说他究竟怎么回应 我自己认为 他是在侮辱内地有部分的人 一部分的事情 或者当中他有一些用词 刻意地将一些术语 最近我们在内地都经常说到 有一个概念就是 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希望的 目的就是希望大家 照字面的解释就是 一起都变得富裕起来 共同富裕 另一个词语就是 一点都不能少 一点都不能少 这个明显就是 又是用来借机又是讽刺 中国的领土在南海 一点都不能少的意思 这是刻意地将这些词语 加入他这首歌里面的 我听完之后就明显有很强烈的政治讯息要带出来 还有他要嘲笑这些概念 随此之外 在画面上有些割韭菜 又是嘲笑一些内地的事情 或者嘲讽他们 整体来说就是明显要是用来做 在这些内地的东西 你说是不是欲华呢 比我自己的感觉 我自己的感觉就 没有去到欲华 没有去到欲华 因为说真的欲华 每个人的定义都不一样 我自己就听到 没有去到欲华 老实说 他拿某些事情来丑化 说到事情好像很不应该 或者得淡笑 例如对牛弹琴 他说了什么 对红猫弹琴 将这个四字成语里面来说 换了中国的国宝 有这种意味 其实我觉得不是那么礼貌 刚才台湾也说 他一开始就说这首歌 是什么爱情故事 叫大家不要想多了 但是这些人可能这几天就会说 不是哦 好像是哦 你在说这些 他现在在Facebook怎么回应 他说如果单纯是为了赚钱的话 我肯定会选一些人和钱相对较多的地方 但是对他来说很多事情都不是用钱来衡量的 喂大哥 什么人和钱相对较多的地方 你放在网络 现在你的网络是在面向全世界的 他说如果他也要放弃什么创作自由和理想的话 等于违背了他自身是创作人的初冲 他说宁愿不要 说到自己好像很崇高 我不是为了钱的 不是为了什么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说到自己那么崇高 你去做艺术家 就不要做明星 你做得明星的 或者做歌手 艺人等等 你只是希望人家看到你 注意到你 注意到你 王明志这个人 那就会有其他延后的东西 会找你 是的 现在又继续说了 终于不认不认还需认了 他说自己运用了这些创作的方式 他说去对抗腐败的政权 对抗司法已经很多年了 我这样 对抗腐败政权 你马来西亚人 马来西亚籍的华人 你要对抗中国政府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对抗腐败政权 对抗腐败政权 有什么时候得罪过他呢 他以前在内地 他都唱过不少歌的 都颇为知名的了 其实我最记得 他有一首歌 就形容北嫖的苦放 北嫖就是 有一些在外地来 在北京工作的人 就叫北嫖 他们在北京奋斗 是一些很辛苦的故事来的 他作过一首歌 唱过北嫖的人的苦放 那首歌是 当时他出的首歌 在内地都非常受欢迎 也打动了不少的人 唱了他们的心声 那时候 为什么不是说反抗的呢 为什么现在又觉得 这个政权很腐败的呢 那时候被你唱 导致很多人受欢迎 你那时候又觉得 是不是觉得 那时候政权对你好好呢 现在你就出这首歌 可以去迫落人 那别人就不让你 不让你在内地 继续有社交媒体的账号 那你又说别人打压你 不让你用社交媒体账号 就这样而已 就是叫打压嘛 他现在还有说什么呢 就是他把内地的账号是一个铁拳一样 他们的政权不是政权 而是变成铁拳 他就继续再说下去了 他反而想知道 怎样 运用他的粉丝的效应 来影响更多人 来反抗这个铁拳 他说因为他知道什么呢 当你对着这个铁拳 默不作声的时候 就等于怂恿和助长 有一天 这个铁拳 迟早就会打到你的头 每个人都跑不掉 都挺像那些 国际线说的 许智峰当时也说过类似的说话 叫世界要留意到 中共这个政权是多么突然害怕 没有一个人可以叫置身事外 如果今天澳洲 因为许智峰是澳洲 假如澳洲不理不出声 不帮忙的话 迟早有一天 连澳洲也会移动你 是的 像不像吗 这个黄明智说的东西都挺像那些癫脑去智峰说的 都挺像 是一个可以这样说 一位煽动人的人物 喜欢用一种煽动的方式来处事的人 刚才他说到 怂恿和助长 你现在弄一首这样的歌 其实是不是怂恿人去反对他们的国家的政府呢 是不是这样呢 或者一些是叫过去的问题 你又把它拿出来说 这些也挺好笑的 例如他说什么 什么果子梨 什么蝙蝠 大家都明白我说什么 这里我就不再重复了 例如又说什么 说过话 还要自大烧音 怕被送进去 种哈密瓜在教育 大家都知道他在说什么 可能是新疆 哈密瓜在教育营 还是怎样 如果你用一种这样的形式来说 叫做再教育营那方面的问题 其实是挺抹黑的 还有觉得那种感觉不是太好的 就是很简单地用一首歌 或者几句的歌词去说当中的问题 还有你引起了一些人的不同的想象 觉得这些事是这么仪欺 好像拿来玩 这些其实不是一些仪欺的事 对于中国来说 是呀 新疆再教育营 我相信内地很多新疆 尤其是新疆的人 过去那两年都面对西方 那个媒体上的抹黑 说当地有一些的再教育营 又有强迫劳动 有整百多万人 困在这些再教育营底下 其实就说过很多很多次 是没有这件事情发生 而且还要说到 有内地的民众 有内地的民众出来 去抗议这些西方媒体的炒作 喂 这首歌 让他们听到 你是不是真的伤到别人呢 是不是伤害了别人的感受呢 这个是事实来的 是吧 其实我个人认为 你每个社会都有不同的禁忌 你知道的 你明知道这些是一些禁忌 会伤害到对方的 你硬是要拿来提落 这次就换来 这些方杀是否值得呢 或者我举个另一个例子 好像这位王明志这个人 的国家 马来西亚 大家都知道的 你不可以嘲笑这个 蒙康默德 又或者 嘲笑 人家穿长袍的那个习惯 如果你嘲笑呢 我相信 马来西亚没有一些法例 说会 嘲笑穿长袍的人 就是犯法啦 但如果你刻意地做这些行为 你的后果会是怎样 大家可以幻想一下 你嘲笑 人家的宗教的习惯 换来的就是 很可能 被人以其他方法 拘留 文化 轻质是这样的 重质可能 更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这个是他们国家的社会禁忌 你不会刻意去做 你也不会没什么原因去做 如果你做了之后 被人制裁的话 那你就说被人打压了 你不适合 你特意撩人家的东西来说 别人给个反应 你就说别人打压你 事实上是你们自己造成的 对不对 其实还有这首歌 很坦白说 就算有些词说了出来 只不过是内地 有一些是现在 或者过去面对的问题 但也不是你这首歌 所唱的或者所指的 或者所暗示的东西 很明显 当然是你乱急当被吸 但是这首歌 《黑人争之处》 有些歌词说 什么对不起 什么伤害了你 什么 令你的玻璃心 什么一地都是 你的心碎一地 伤害了你的感情 对不起 伤害了你 这些什么 说真话 什么总让人伤心 你是不是真的叫他说真话呢 是不是真话呢 这个我也很怀疑 他唱的是不是真的 对不对 另一个角度来看 其实你说是否真的 一些这么大的禁忌呢 或者中国方面 不要说一些很官方的 骂你这首歌 这样那样 其实最麻烦的 还有为什么会这么受关注呢 就是因为这首歌出了之后 有很多不同的媒体 就拿这首歌里的歌词 哎呀 喂 你在讽刺 你侮辱 或者你是怎样怎样 来到说中国的那些社会现状 怎样怎样 其实是然后回答下来的新闻 或者那些人怎样去说这首歌的内容 怎样去演绎 他里面所写的东西 他说的东西 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这首歌 是会引起了这些回响呢 基本上是你的歌词 给别人去一些写东西 作东西的空间 这个才是最大的关键 为什么你们这两件弹散呢 在内地的微博 或者那些Bidi Bidi 要不见了你 就是这样的 然后女儿又说 哎呀不要紧 我还有IG 也有Facebook 说得好像很有趣 是的 他们觉得做一些有争议性的东西 而且是成功的 他们觉得其实是很成功的 事实上 还有另一点 我也觉得挺好笑的 现在好像这么多人关注这首歌 不是因为我首歌本身厉害的 是大家已经觉醒了 虽然歌是写的 但是写出来之后 已经不代表一个人 代表他在每一个 喜欢这首歌里面 他们的心里面的反射和共鸣 喜欢的人越多 代表共鸣的程度越大 这是大势所吹 你是不是傻的 他觉得有感觉的 等于这样 台湾也看了一次 我看完不代表我有共鸣 有些踩戒了 他这样做 我觉得他踩戒而已 听了觉得 在你首歌怎么赞就觉醒了 那你首歌这么厉害的吗 都知道 赞好他的首歌 你只不过是听了他的首歌 就是你看了NB 就会有一个感觉给他 这个感觉已经代表 易得台湾你觉醒了 你觉醒了你才来听我首歌 厉害不厉害的 他看到有首歌 现在就推给我 按来看看而已 都是 他把你都绑上战车 按一按 这么大势 对啊 还有这个大势吹 不是大势 越近的 越多观点 越多人有共鸣 就是这个 多厉害 你看看我 什么叫觉醒 你都瘋了 那你觉醒他是不是很迟 为什么突然间会突然觉醒 还有 如果你写这首歌 玻璃心的时候 你酝酿这首歌的情绪 你酝酿这个共鸣出来的时候 你是不是都应该明白到 你所写的歌词 又说什么 新疆 又说蝦蜜瓜 又红猫 你都意识到 这是一个铁拳 为什么你不早就把这些微博 或者一些哔哩哔哩的东西 全部自己都退出 你在一个铁拳逢逢声的地方 说自己这样那样 你竟然在铁拳下生活 或者在他的地方 去宣传自己不同的东西 你一早就说腐败 你不早点走 你说什么果子利 很明显你想说沙士 大家都明白了 什么蝙蝠也是 究竟是不是 如果你发现那时候已经腐败 为什么你不在那时候 已经离开中国内地的市场 不要告诉我 那时候不知道 现在才知道 不能这样 你突然觉醒 我要写《玻璃心》这首歌 我10秒就写完 然后很快 拍个MV 要找个人出来 要练歌 要编曲 一早就知道这东西 现在又在形容 中国是一个铁拳 随时会突然 你当是铁拳无敌孙中山 又是电影里面说的 哪有什么铁拳 什么铁拳 我有时候看到真的很好笑 即是说什么玻璃心 又什么 我又觉得 这个只不过是过去 或者可能有时候 有些人拿来说 你当是一个中国内地里面 一个制造出来的潮语 或者形容词也好 什么都好 共同富裕也好 什么都好 可不可以正面点去想 你觉得是一件不好的事 我今天反而看到一件 很正向很正面的新闻 就是什么 你说玻璃心 孟晚舟 原来隔离 就刚刚好完成了 任正非 原来刚刚也是77岁的生日 今天孟晚舟去了华为 在深圳的公司那边 大家热烈欢迎拍手 很有趣 叫女神 女神班戏 看到那个场面 其实也很感动 我不知道台队有没有看到这个场面 我没有看过 我知道有一宗这样的消息 但我没有看过 那个视频 这些是否又叫做玻璃呢 强化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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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人的国家 总有人会有玻璃心 也有人很强壮 大家很团结 确实有 是吗 没错 觉得有什么觉不觉醒 又有什么铁拳 又有什么 打你的头 说得太夸张了 你作首歌 就是专系拿来 挖苦喜乐 一些事情 好了 别人不让你继续挖苦喜乐 所以禁制了你的社交媒体的账号 接着就说别人打压 你真是 是否用东西来说呢 实在是 其实他在马来西亚 也做过不少这样的事情 原来 他在自己的国家也是这样的 曾经因为这样 这个人是被蹲监的 本身他这个人都是专系 利用这种方式 可以说拆存在感 也可以 无可否认 他这次是真的很成功 他这条视频 这条MV的流量 真的超厉害 可能他就看中这种方法是可以的 所以就专系用这种方法来拆流量 我自己觉得有些事情叫做制造话题 制造话题 即是哪一句歌词 是不是你是隐喻哪一件事 哪一句是否在讲哪一件事 个个都拿来说 又勾起一些内地以前发生过的事 或者有些不是那么好的事 你全部把它拿出来 然后串在一起 串在一起之后再拿来笑 其实一点都不好笑的事 我不明白有什么这么好笑 是的 没错 然后就说 不好意思 我串你什么 或者我弄到你什么 其实是这首歌 令到勾起出来的社会问题 是因为这些社会问题 所以才不让你这首歌 或者甚至乎你的帐号 再在内地流通传来传来传去 其实不是那么好 再炒作这些东西 其实对整个社会来说 也不是那么健康 也不是那么大的影响 再者 内地恶苦藏龙 那么多好歌 那么多音乐的节目 多你一个 黄明志不多 多你一个不多 少你一个不少 不少 走开 哎呀 怎么不让我播 玻璃心啊 是不是让我说中 哎呀真的很好笑 是吧 是的 我同意 其实是不是打压 我真的不觉得有什么打压 他现在说自己被打压 你不让你用社交媒体账号 那你不让你用社交媒体账号 那也不行啊 那也是政治打压 不是吧 嘩 原来你所说的铁拳 始终又撞到你的头上 原来封了你的账号 或者找不到你的铁拳 数码铁拳 你经常在Facebook上 贴一些不恰当的说话 或者不恰当的言论 你贴得多 他就封杀了你的账号 那我可不可以说 美国政治打压我呢 可以不可以呢 是不是 不合理的嘛 神经病 所以那时候大统领 都试过类似的情况 那时候他这样 好像很酸 为什么这样弄我的户口 那大统领那时候 算不算叫玻璃心 他就是玻璃心 如果是这样 这样也叫做 喂 难道美国政府打压美国总统 可不可以这样说 不行的嘛 就是了 当得淡笑 他现在想继续保持自己的歌 热度 唯有再出来自己 自己炒作自己 是的 我已经是讲政治的 这首歌 大家再继续关注我 因为这首歌 大家看得出 好快 在头几天的流量真的很厉害 但是慢慢 噢 没有了 就会下跌了 然后就没有人来 所以唯有 要继续炒这些政治议题 炒下去 一开始就说 我不是的 我不是的 你是不是和谁结婚 你是不是和他拍拖 不是的 不是的 当时最轰动的就是 邵美琪和郑伊健 再加上梁泳琪 后来就说 梁泳琪你是不是和郑伊健拍拖 不是的 后来就去了郑伊健的家里 什么楼下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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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些炒作者 突然不认 后来又要认 这就是一件事 拒旺二 梁泳琪不好意思 你弟弟也有这么大 不是想提出来的 不过他好像是意大利老公 还是什么 他听不明白 没所谓 暂时这首歌的事件 我们先讲到这里 再看看这个弹散 遲些是什么 香港也会 内地方面的朋友 也不会 其实没有预期中 这么大的反应 没有这么大的反应 他们会继续吵你 吵到你真的 要骂 就不会让我说中你 他是这样解释 觉得内地没有什么反应 当然了 当然没有反应 因为内地已经禁止了 他们听不到了 炒不起反应 还要润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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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润 好吗 是的 多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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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